我是傑西 你好 你好 我是傑西 好 我是傑西 大家好 我是傑西 我像中间那些学生 我是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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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Henry 我叫瑞丹 我是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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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如同刚刚所说的 我们这次用的PowerPoint的slides 它都是英文的资料 然后我们会尽量在课堂里面 把这个东西翻成中 我想在座的大部分 应该对于阅读英文 都有一些基本的基础 如果觉得不太行 的话也没有关系 我之所以呢 这次选择使用这个 英文的资料 有几个原因 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 汉传的原始的经典啊 它一般因为年代跟我们相隔得非常的遥远 所以它的那个字意 往往是非常的暗晦的 就是很不容易理解 它毕竟文化跟我们相差太远了 有的时候你反而是看近代的英文的翻译呢 它的那个词意是更加的明显 那今天呢 我们看的这个第一段这个经文 它是从法句经里面来的 这是法句经的开头 的第一句话 它这边它提起到说 所有的一切的经验 它由心作为前党 这里的fanamna 就是把它当作是所有 你的心能够觉察得到的经验 这一切都是以心为前党 这里的心就是那个mind 这个heart 它这里写说 ruled by the heart made of the heart 唯心所操控 然后唯心所架构 那这样子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在很多后代的佛教啊 尤其是在中国的佛教里面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 听起来好像是内容是一样的词汇 实际上它的内容很不一样的 好比说中国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三世为心造 好比说这个天台中有所谓的一念三千 有这样的这个词汇 那甚至呢在通俗的佛教的故事里面 我想可能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 有人他因为念这个六字大明咒 好像说念得非常的虔诚 念到说他能够让这个红豆都跳起来 那类似这样的这个解释呢 他要嘛就是过度的哲学化 他要嘛这样会不会看不清楚 还是或者是开后面的灯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吧 这样子好像比较好一点吧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或者甚至后面如果没有开灯也没有关系 这样子可以吗 要开还是不要开 不用啊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有一些后代的佛教它的观念 包括像说诸法为心造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它的心所造成的 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心力 它能够改变物质世界的现象 好像利用这个咒语的力量 来改变一些物理的这个现象 那这样的这种信仰 这样的这种思想 这样的这个讲法呢 以原始佛教来看呢 要嘛它就是有太多的哲学的内容在里面 它跟实际很实际的禅修的操作 是有距离的 要嘛就是它可能是有一些 讲得不好听就是迷信的内容 因为这种透过念咒的力量 能够让树叶掉下来 就是让这个豆子自己跳起来 这个在我们平常的经验里面 它是不容易 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能够被验证 所以原始佛法里面它讲说 一切的经验为心所前导 它是有别的意涵的 它是它指的 它是另有所指的 它这里表达的并不是一种违心论 它这里表达并不是说 整个宇宙都是你的心变成的 今天这个老比说 Amy坐在我前面的这位同修 它实际上它只是 老比说是我的夜市田里面的种子 变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原始佛法里面它比较不强调这种 哲学这种形而上 无从验证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讲述 那它在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呢 它这句话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佛教那么强调心 为什么法剧经它一开头它讲说 一切经验由心为前导 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经文 下面这一段经文是取自于 南传的相应部的这个经典 那这里面我们先很快地看一下 英文的部分 Why do you call them fabrications? 为什么你把它们称呼为心形? 心形就是内心活动 心脏的行为的行 因为他们 fabricate fabricated things 这个经文它并不是很容易理解 如果说你读了这个英文之后 你还是觉得摸不着头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话 那是很正常的 这个经文它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它这一套表达的意思 就是指说 我们的整个的经验的范畴 我们整个所有我们能够经验到的现象 它这些现象呢 它都是受到我们的内心的活动所制约的 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的经验的范围里面有什么 我们经验范围的一个部分 是身体的感受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身体的压力 身体的紧跟松 我们可以感觉到说 似乎所谓的自我 它是一个有界线的东西 这界线在哪呢 这个界线就由身体所组成的 身体里面的叫做我 身体外面的不叫做我 一般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这样子认识的 可是依这句经文来讲呢 就是说 这个身体的这个经验 身体的这个觉受 它实际上 它是受到你内心的活动所影响 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现在你的身体 它的感觉是怎么样子 它有很大的程度 是取决于你当下动机的发生 怎么说呢 你现在你坐在这个地方 你把你的这个注意力 留意一下你的身体这个感觉 你身体这个感觉 你是可以一定 你是可以改变它 你是能够塑造它的 怎么样改变它 怎么样塑造它 比如说你现在坐姿 你会调整一下你的坐姿 让你这个坐姿 更放松 让你这个坐姿 能够更自然的 这个品质 你那一刻你会发现到 怎么样呢 你的经验的品质 它被改变了 所以你的身体的 这个觉受 它是受到你的动机的影响 而产生出质变 同样的 这个你当下的这个受 所谓的受就是你当下 这个舒适感 不舒适感 中性的这个感觉 它也是会受到 你的内心的活动 受到你的动机的左右 受到你动机的架构 塑造 老比说如果说你现在 你坐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感觉到有一点 枯燥乏味无聊的感觉 然后你面对这个枯燥乏味无聊的感觉 你是 不断地去加深那个感觉 你是不断地 心里面一边想说 哇 好无聊啊 真是烦人啊 你 只是用一种盲目的方式 在对它反应 那那个枯燥 无聊的感觉 它很有可能 它会被加深 它有可能被强化 你又可能感觉到更加的无聊 更加的烦躁 更加的乏味 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你是换一个态度 换一种反应的模式的话 你的那个感受 它同样还会 产生出质变 这个在我们的那个日常生活里面 可以一定程度地发现到 我们的经验的品质 最重要的那个部分 它是取决于 我们的那个动机 它是取决于我们内心的活动的方式 为什么 这个在佛法里面 为什么这个在原始佛法里面 它是一个那么样重要的一个课程 为什么佛陀他强调这一点 因为佛陀他要我们认识到 我们的所谓的苦跟乐 痛苦跟快乐 这种人生可以说是 最基本的 在驱使我们的活动的模式 我们为什么有发生出动作来 因为有快乐跟痛苦 然后我们要快乐 我们不要痛苦 我们所有的那个动作的发生 它可以说都是一种 在调节快乐跟痛苦 它要试着要避开痛苦 它试着要追求快乐 而延伸出来的活动 这是我们的那个行动 产生出来的最基本的这个模式 那从这个佛陀的认识里面 他发现到说我们的这个苦乐 最重要 最关键 我们能够改变的一个部分 都是跟你的动机有关 都是跟你的内心活动的方式有关 大部分的人 一般的人 他会认为 我的痛苦跟快乐 它是取决于 好比说客观的条件 如果今天 我中了乐透奖的话 我会快乐 就是如果我今天 我所爱的人 他们能平安 他们能健康 他们很快乐 这样子我就会快乐 一般的人的想法是这样 他认为说他的痛苦跟快乐 它是取决于 这些所谓的外在的客观的条件 那可是根据佛陀讲 如果我们的快乐跟痛苦 它是完全取决于 外在的客观的条件的话 然后同时 这些外在客观的条件 我们又不能够百分之百掌控它 不能百分之百控制它 所以我们爱的人 他会生病 他会离开我们 我们自己爱的身体 他会生病 你有一天 你必须要离开它 我们的这个觉得愉快的情绪 这个情绪它会变化 它不一定永远都会那么愉快 它会产生质变 它有可能会消失 所以如果你把你的快乐跟痛苦 是寄托在这种 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控制的条件 跟因缘上面的话呢 那么的那种生命 它会有非常多的动荡跟不安 这不是一个可靠的 这不是一个稳固的 获得平安快乐的一个来源 那佛陀说 有另外一个更关键的 在影响我们的那个苦跟乐 在影响我们的那个快乐跟痛苦 在影响我们的那个经验的品质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内心活动的方式 像什么样的内心活动的方式 我们以前的课堂也常常强调这一点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再重新再温习一下 好比说我们看待事物的取角 我们所采用的角度 这是一种内心的活动方式 你的这个取角到很大程度 都会影响生活品质 好比说一天到晚 他把注意力都是放在人家怎么看我 人家会不会觉得我这个服装流不流行 我的这个发型 它是不是 the latest fashion 是不是符合最近的这个潮流 是不是很够时髦 如果他注意力一直放在这个地方的话 他的生活的品质会受到影响 如果说你像一般的这个 这个世俗的哲学家 世俗的心理学家 他也明白到说 如果你一天到晚只是想着忧伤的事情 你一天到晚你把你的注意力是放在 会让你操心的事情 那当然你就会很容易就会操心 所以我们的那个注意力 我们的取角 它会很大程度的 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品质 所以禅修它的很大的一个部分 它在锻炼我们 知道说我们注意力要放在什么地方 因为在当下 眼前当下 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 可以取角 好比说今天在这样的一个 课堂 你能够这样的一个讲堂 你的注意力可能是可以留意在 这个外面的天气啊 今天有点阴天啊 早上都还下了一点雨啊 你如果是把注意力放在外面的话 你的当下 你的那个经验的品质 它会有种一种呈现的方式 如果你的注意力是放在 我们演讲的内容 你的经验 它又会有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 如果今天你的注意力是放在 那个讲者的本身 你不是在听他的那个内容 他今天穿这个衣服 他颜色等等等等 像我以前我在大学讲课啊 那个每一个学期末 都会有学生的评语啊 因为学生他有意思 他学期末的评语 他不是评语你的课堂的内容 他不是评语你讲课内容 你说这个教授 他的鞋子穿得太破旧 他太没有时髦感了 他在这个衣服穿得太 太 就是这个人家说 看起来像是一个书呆子一样 所以我们的那个取角 我们的注意力 这个在佛法里面 它是非常强调的 佛法他常讲到说 如果你要 能够让你的那个智慧提升的话 这个关键点就是如理作意 如理作意的意思就是指说 你的注意力也能放在对地方 大概之后我们的课堂里面会 这个对这方面再多一点阐述 什么样是正确的注意事物的方式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样的角度 然后我们注意力的品质应该是怎么样子 然后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心 一直往脱离痛苦 这样的方向前进 那除了这个你的注意力的取角之外呢 你对事物的诠释 你对事物的解释 这个也会对你的生活的品质 会产生影响力 你对于 这个事物产生出来的念头 你对这个 眼前的这个经验 产生的反应 不管这个反应它是一种直取的 或者是这种排斥的 或者是冷漠的 或者是这种包容的 或者是一种想要观察的 或者是一种超然的 这种诸多的不同的 我们对眼前境界的反应模式 它会影响我们的经验的品质 所以这些只是做比喻 这比喻说明的就是 影响我们的苦乐 最关键的 我们能够去修行 我们能够去改变它 能够去超越它的部分 就是跟我们的内心活动有关联的 这个部分 这个内心的这个活动 它英文的翻译 有一次被翻译叫做fabrications 有一次被翻译叫做formations 它为什么翻译成叫fabrications呢 为什么被翻译成叫做formations呢 有没有人晓得这英文 这个fabrications是什么意思 制造 制造的 是 它是有这样的这个意思 对不对 to fabricate something 去创制 去创造 去制造出 某些事情来 同样的 它这里啊 它把它翻译成fabrications 就是因为 佛陀他发现到 任何的经验 它的发生 它的品质啊 是受到你的内心活动 所制约的 所架构的 它是 透过你的某一种参与当下的方式 才使得当下的那种品质 能够延续下去 我们的苦乐 它不是完完全全取决于外在的 不是完完全全取决于 这些不可操控的客观的因素条件 像财富啊 好像健康啊 好像个人的运气啊 等等 它那个更关键的地方 就是你 所以配合这个产生 你越来越发现这一点 就是你参与 这个经验的那个方式 它会很大程度的 去这个决定 你的快乐跟痛苦 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再 看下一个 slide 就是苦乐 痛苦跟解脱 束缚跟解脱 它都是取决于 心形 取决于内心的活动 取决于我们的这个参与的模式 为什么说心形 它是轮回的核心 我们这个所谓轮回的现象 这种被束缚的这种现象 这种受苦的这种状态 这种无止境的一个自我 在延续的这种状态 它为什么说 它是取决于我们内心的活动方式呢 这个中部里面 中部经 它有这样的一句话 它写说 Beings are the owners of the karma Heir to their karma Born of their karma Related to their karma And have their karma As their refuge Kamma是什么意思 有人想 业力 业 业力 业又是什么意思呢 业就是那事业的业 业力 业障 业报 业 业又是什么意思呢 行为 行为 是 在原始佛法里面 业 最简单的讲法 就是动作 就是行为 尤其是内心的行为 当然我们的这个 这个口的行为 这个嘴 讲出来的话 还有身体 流露出来的行为 动作 它都是内心的活动 一种延伸 所以最关键的 就是心形 内心的这个活动 的方式 原始佛法 他非常强调 业 他讲说 你要相信业 你要相信业的意思 并不是要你相信说 你如果 你这辈子 你去偷了这个 佛寺里面的树 偷了这个 佛寺里面的植物 你下辈子 你就轮回 变成一个植物 后代的一些佛教 是这样的 这样的讲法 原始佛法 他解释业 不是这样的意思 原始佛法里面 他讲说 我们当下的经验 的平时 它是受制于什么 它是受制于 你的动作 这是什么意思 一方面 我们过去 做很多很多的动作 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动机 很多的念头 我们那些动机 我们那些念头 我们那些内心活动的方式 它在 从一个大的角度来讲 它累积成为一些惯性 然后这些惯性 它很大程度 在影响我们 当下的生活的品质 好比说 如果过去 没有很多的 动作的发生 它都是跟 如何透过赌博 这个动作 来获得暂时的快感 你常常常常常 去经历 这样的这个活动 去经历这样的一个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得到那样的快感 这样的一个 它会有 一个程度是 受到过去这些动作的影响 因为过去的那些动作 它都在影响 我们当下的 生活的品质 这是过去的部分 同样的 我们在当下 我们当下 我们的内心 它不断产生出新的动机 它不断有新的动作 这些新的动机 这些新的动作 它也在影响我们当下的 生活的品质 然后它会影响 我们未来的生活的品质 怎么说当下的动机 会影响你的品质呢 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刚刚 我们在做暖身运动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 在日常生活里面 一个非常好的练习 就是你能够常常的提醒自己 让你觉知的提醒自己 把多余的紧放开来 让你自己进入一个更放松 更安适 更充容的一个状态 当你眼前 所以当下 光是起这样一个念头 说更安然一点 更充容一点 不要那么着急 你观察起一个这样的念头 你起了一个这样的反应 这样一个调试 你立刻就会发现到 可能你的焦虑感 可能你的紧张感 它降低了 它不一定会要降低很多 可能降低了5% 可能降低了10% 可是你会发现到说 你当下的动机 它马上 它对于你眼前的境界 它产生出一个作用来 它马上产生出一个作用来 然后对于一个 禅修上很熟练的人 它常常可以有这样子的体会 它会发现到当下 它经历到的苦惑的感觉 它经历到压迫的感觉 它经历到的那种不适宜的感觉 它可以因为一念的超越 一念的超越 它会使得那个 原本是那个苦惑的状态 原本是压力的那个状态 它的那个momentum 它的那个历势 好像立刻被截断 我们的心好像得到 立刻的超越 立刻的舒缓 我们当下的那个动机 如同过去的动机 它对我们生活品质 是有影响力的 这是为什么 这段经文它讲的 众生它是怎么样的 它是owners of a common 当下你是谁 你是什么 佛陀它的定义的方式很有意思 它不像过去印度 它定义你 它是以你的身份地位来定义 你是婆罗门族的 你是刹地利族的 你会用现代语言来讲 你是中产阶级的吗 还是你是那个 欧巴马要克税 克得很重的 金字塔上面的10% 你的那个tax bracket 是在哪一层 你是那个被扣25%的 还是被扣 那个扣税被扣40%的 你是什么收入的 或者是你是什么大学 毕业的 或者你又没有读大学 一般的世俗的人 他对于众生的定义是这个样子 可是佛陀他对于众生的定义 他最有意义的 最有意义的了解众生的方式 就是看他的动作 所以佛陀说他 看一个人 他值不值得尊敬 比如说你光是从尊敬这个角度 我们先不谈修行 我们先谈这个世间 你对一个人尊敬 他这个尊敬 它是取决于什么 它是取决于你的动作 你的心形 你的行为 你的这些行为 它是不是流入于智慧 你的这些行为 它是不是能够导致 你的快乐的增长 是不是能够导致你痛苦的降低 然后导致你周遭的人 他的痛苦的降低 他的快乐的增长 你的动作是不是善巧 所以是被有智慧的人所称探的 他是以这样的这个角度 来了解什么叫做众生 然后众生是怎么样呢 他们生于他们的业 你当下你是什么 你的生物品质是什么 你认定你是什么 这个最大的决定因素 就是你的内心的活动方式 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点 因为整个佛教他的那个禅修 他一直回到这一点 他一直回到 帮助你去认识 你现在能做什么 你的动作是什么 他一直在帮助你 能够调整 调试 架构起 更善巧的动作 他一直在帮助你 不断地超越你的动作的方式 乃至超越所有的动作 去体验到极境涅槃 有诸行时期的涅槃 他一直离不开这样的一个主题 所以意思就是 佛教讲业 业力的业 它跟心形 可以是同意词 它可以是同意词 所以 佛法的这个禅修的这个方式 它常常 一直回归到 底下的这种思维模式 以下的这种研究的模式 以下这种探索的模式 中部经里面有个经文 他说 一个禅修者 Decerns that a particular experience is fabricated and mentally fashioned and he discerns that whatever is fabricated and mentally fashioned is inconstant and subject to cessation 有没有人能够大致的解释一下 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 什么叫做fabricated and mentally fashioned 这是什么意思 由心制造 而且是 在头脑里面 就是 就是进入头脑反射过 对进入头脑 柳缺 是 终世过 修世过 是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诠释 是 然后呢 我们与其讲头脑 不如讲心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 因为你认为说头脑 是你的心的来源 那是多了一层的诠释 那是多了一层的诠释 当然你可以说 这是一个科学的诠释 当代大部分的科学家 都认为说脑 是经验的 好像说核心的地方 人家说 seed of the soul 好像灵魂的 所在地 可是那毕竟是 多了一层诠释 头脑他比较 喜欢的 探索的方式是 直接去看待 那个经验本身 他去减少那些 没有必要的诠释 他去减少那些 没有办法帮助我们 更清楚地 看到你的动作 的那些诠释 佛陀他所用的 所有的诠释 他都在帮助你 能够更清楚地 看到你内心的活动 更清楚地 看到你活动的模式 只有能够帮助你 看清楚 你的内心的 活动的模式的 那些诠释 才是需要的 其他的诠释 都是多余的 所以佛陀他 有的人问他说 宇宙是有恒啊 是有恒的 还是 还是 是 是非有恒的 有上帝 没有上帝 等等这些问题 这些没有办法帮助我们 了解 你的活动的模式 是有恒的 他就把他搁置在一边 然后呢 如同刚刚 那个Amy所说的 他这个是 好像是 由内心所 创建 He discerns that this particular experience is fabricated 眼前的经验都有你的某一种 跟那个经验互动的模式 都有你跟那个经验 你参与在其中的方式 如果你懂得观察的话 以后我们接下来课我们要来讲 要如何观察到这一点 我们一般的人会认为说 经验发生 happens to me 经验发生在我身上 可是佛陀说 没有这样的单纯的经验 所有的经验都是 透过你对他的应对 透过你对他的某一种参与的模式 而产生出来 所以如果你现在你觉得你快乐 你觉得你现在痛苦 你觉得你现在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特殊的感觉 这些东西 它都是透过你的心形 你的内心的活动 所创构起来 所架构起来 这个是第一点 大家对这个有没有听得懂 如果有听不清楚的话 随时随地的我们提出问题来 我们再做更深入的讨论 然后呢 这个禅修者 他不但他能够观察到 眼前的这个经验 它是为心形所架构 同时他也 在理解 whatever is fabricated mentally fashioned is inconstant and subject to cessation 这是什么意思 所有一切 由内心所架构的经验 他们都怎么样 他会变化 他会变化 而且不止变化 而且还怎么样 subject to cessation 是什么意思 subject to cessation 应该会消失吧 会消失 他会磨灭 他会败坏 他们有办法横续 他们有办法延续下去 所有的经验都是这样子 所有由内心所架构起来的经验 那老师请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说这个夜可以 comma又会 又会跟着 就会就是 就是 有戏呢 comma就变成有戏 你 这样讲的 大概就是 不是讲说你生下来 你还没有生以前 这个comma 就先到了 然后你再成行 变成人 然后又跟着你 又变成来世 就跟着你 为什么就这样 部派的佛教 对这一点 做很多的辩论 有个部派要讲说 这个comma 它到底跟心是同一体 还是不同体 是不是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储藏comma 原始佛法 他不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 原始佛法 如同我刚刚所讲的 他不做多余的 无谓的 诠释 什么是多余的 什么是无谓的 诠释 没有办法帮助你 实质的 在当下看到你的内心活动的方式 我们只要能够看到 当下 动机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的心 它是什么动 那种冲动 它是什么样产生的 至于说 那个形而上 它是什么样的 那个模式 在运作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不必去理会它 因为你那个诠释 它是没完没了 你可以一直有 换出不同的角度来诠释 好比说 那个研究化学的人 他可以一直才 开发出新的模型来 他可以说 事物的这个例子 最小的单位是 是这个 atoms 有的人说 不不不 最小的单位是 quarks 它这个可以无止境地 你的内心可以一直开展出 新的认知的模式 来诠释你的经验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把那个注意力改变一下 我们注意力不是放在 那个形而上 去看说 它的那个机转是怎么样 那个机械 它是怎么样 才运作 我们是在 就在这个经验的本身里面 去看那个经验 它的身 看它的命 然后 您刚刚讲说 Karma 它难道不是横须的吗 Karma它不是横须的 Karma的意思就是 新的动作 新的动作产生出来的力道 新的动作产生出来的影响力 是不是 那它这个影响力 它是一个有限度 它是一个有限度 所以你每一个动机 它可能会产生出一个 有限度的一个影响力 你如果你不相信了的话 你做一个实验 你做一个实验 好 到底说我们如果把这个手 这样举起来 手这样举起来 然后 你看你 这个手 举 保持这个姿势 你能够保持多久 不是真的让你 撑在这个地方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我还可以撑 我还可以撑 我可以撑上 一天一夜都没有问题 这样的一个 就是要 让你了解到 你现在手 这样 举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 发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它这个经验 它是怎么样产生的 它主要 它是透过你内心的活动 所产生出来 你必须要有 举手的动机 是不是 而且你举完手之后呢 你那个动机 只要一消退 这个姿势就不能维持着了 你这个姿势要维持着 你一定要一直产生出 新的动机来 维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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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撑着 我要撑着 我要证明给人家看 我手可以撑着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你要一直产生出 你要一直重新的实力 你才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有这样的状况 延续 这样听得懂吗 同样的 我们所有 我们在世间追求的 不同种的境界 不同种的经验 不管那个境界是 有钱的滋味 被人家尊敬的感觉 被人家爱的感觉 觉得自己很有成就 觉得自己才华 被能够发挥 不管你追求的是 什么样的状态 它那些状态 因为它是透过你的动机 所架构的 所以它都不能够 恒长地被延续着 它都不能够 恒长地被延续着 所以请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动机是 经常产生吗 那么你要 你如果要修 要修 修为的话 那么你也要经常地产生 这种修为的动机吗 这样才能够达到 达到一个程度 所以换句话讲 就跟这个 跑马拉松的人 他要持续这么久 他就要 经常要产生动机 随时要产生动机 他才能够 维持到那个终点 你就算是 不刻意地产生动机 你当下也是一个产生动机 动力以上 就是说 产生动机 已经 它是一个内心的 自然来的活动的方式 它不是要你刻意的 我们现在讲的动机 不是只有你粗糙的动机 不是只有说 我要偷那一百块 我要开车去什么地方 不是只是这样的动机 还包括当下的 非常细微的念你纪念的 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身体 可能有一点点不舒服 所以你调了一下姿势 包括你眼睛 可能觉得有一点点干 所以你眨了眼睛 包括你现在的那个注意力 从听这句话 跳到下一句话 那个细微的调整 我听了这句话 联想到的东西 我联想到的东西 我怎么能够对它反应 那都是动机 那个都是内心的活动 然后随着我们 把我们的那个观察力 培养起来 我们发现到 这些活动会越来越细腻 你发现到越细腻的动作 你就能够发现到 越细腻的苦 它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它怎么样跟你的动机 是有关你 但到最后 佛陀说 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平安 不是无常的 不是这种会inconstant and subject to cessation 不是那种无常的 会磨灭 会败坏 消带 无余的 那种快乐 那种快乐呢 它一定是必须 不能建立在你内心的活动上面 就是灭盘 灭盘 灭盘 它从一个角度来看 它是一种内心 不再依附于动作 的一种状态 它是有内心不再 攀附在这个动作 然后 透过攀附这个动作 产生出我在这里 我是谁 我能做什么 它不再 医治着这个动作 医治着某个动作 这个是 能够带给我快乐 我把我的心寄托在这里 已经超越了这样的状态 状态 所以灭盘的快乐 灭盘的平安 它是剥夺不整 不无条件 无为 无为就是它不是架构的 它不是透过你的动作 而换来的 不是不需要你这样一直维持的 我要灭盘 我要一直待在灭盘 我可以待在里面三个小时 可是大家撑不住了 也出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叫做灭盘 但是这个灭盘是不是也是要经由这种不断的practice 去达到那个境界 所以佛陀你看他的八正道 他其中一个叫做正经境 八正道里面有正见 对不对 还有正智 对不对 还有正业 正命 正欲 然后接下来还有所谓的正经境 对不对 它这个 这里面都是动作 八正道讲的都是动作 正智 就是说你的意志的导向 你的动机的导向 这就是动作 正业 你的身体的活动的方式 正与 你的口的活动的方式 正定 它是某一种内心的活动的方式 等等等等的 它是透过了解你的活动 努力的去架构起良善的活动 善巧的活动 这些善巧的活动 它一方面它降低你的痛苦 它提升你的快乐 所以你一修行 一开始你就会发现到你的痛苦降低 虽然还没有彻底的消失 所以这是第一点 你良善 你把它精致化你的动作 所以你立刻痛苦 它减少 快乐提升 然后另外一方面 你的所有的动作 都在帮助你 能够越清楚你的动作 所以你会超越你的动作 能够不依附你的动作 能够对所有的动作 产生出一种艳离 艳离就是说 你看清楚 知道说 这个里面没有答案 这个里面没有安全 这个里面 它们有一个能够提供 给我认为一个稳固的境界 所以透过动作 而换来的你的境界 它都怎么样 然后你这个是在你的实际的经验里面 不断地去观察 不断地去认知 透过这种有透视性的这种觉察 得到的体会 得到的体会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这是相应部的一段经文 导拜解释 业跟星星 它说 什么东西是 オーカマ 是叫做的 What is the cessation of karma? Whoever touches the release that comes from the cessation of bodily karma verbal karma and mental karma That is called the cessation of karma And what is the path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karma? Just this noble, fatal path This is called the path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karma 大家有没有听过四帝 四圣帝 大家有听过四圣帝 苦极灭道 这段经文 它就是用一个不同的角度 在解释什么叫做苦极灭道 我们先大致讲一下苦极灭道 这是佛法它的 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你探索你的经验 最基本的一个 探索的一个大纲 你的注意力 佛他要你把注意力放在哪 注意观察到 在绝授里面 实际上产生出来的苦破感 它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受到你的内心的 好一种活动的方式 的制约才产生出来的 这种苦破感 这是苦的原因 然后再来 当你的心 能够超越 那个因 那个苦的原因 你当下你就会看得到 那个苦破感 它的简易 来自测读的消失 然后第四 方法 你要用什么样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你要用什么样的修行的方式 才能够帮助你超越 苦破感 然后这里呢 它的这个解释方式很特别 什么叫苦 当下有什么样的苦破感 好比说 视觉的部分 有视觉 的苦破感 我们的这个经验范畴里面 离不开眼耳鼻舌生意 这几个大范围 是不是 视觉的这个部分 它是 fabricated and will 它是由心形 所架构的 它是由你的动机 在参与其中 视觉怎么有动机 参与其中 有点 你会觉得很奇怪 视觉怎么 为什么说 你的每一个 视觉的发生 每一个跟视觉 有关联的经验 它都是有动机 这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人能够做一个比喻 这是什么意思 上 比如说 你注意 在回忆一个什么东西上 你对眼前看注意 都会视而不见 或者是 你要看这个东西 眼前又要聚焦 你才能看这个东西 周围的东西 就会模糊 非常的好 大家有听得到 刚刚上讲这个吗 好比说 有一个例子 有的时候我们 面对一些事情 会视而不见 你要视而不见 你必须要把你的 那个注意力 转移开来 那就有动作了 那里面就有动机了 就是 你看到某一些东西 你看得让你觉得很害羞 很尴尬 或看得不舒服 你想眼不见为净 眼睛避开了 转移 那个注意力转移 或者甚至你眼前 你看到的东西 你注意力没有 你的那个视线没有转移 可是你刻意地把你的 那个注意力模糊 把那个焦距 把它模糊化 你要这样子不注意 不太精心对某一件事情 不太留意 那也是需要你的动机啊 也是需要你的某一种活动 或者你看到你开车 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 看到旁边的那个广告 台子上面有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巧克力蛋糕 有一个巧克力蛋糕的广告 你一边开车 你眼睛就转过去了 哇 好漂亮的蛋糕 好好吃的样子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那眼睛啊 你如果有人在旁边用一个 什么东西测量你的瞳孔 就把你的瞳孔放大了 是不是 或者你那个焦距在调整 你要注意 会吸到那个里面去 那里面是有你的用力啊 那里面是有内心的活动 所以这个视觉的部分 它是怎么样呢 它是fabricated will 它是有动机在里面 它是由内心所架构起来的 而且呢 它是capable of being felt 你能感受得到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从四地的角度来看它的的话 你怎么样看它当下的那个苦魄感呢 有用力就有苦魄感 老师请问为什么 它这边用这个all common来说明这个眼睛 是 为什么用all呢 它的那个业啊 它这里这样说 有新的跟旧的 新的跟旧的 新的就是指说 你眼前 你贯注到当下经验里面的动作 那是新的业 当下眼前正在发生的动机 旧的意思就是 它是由你过去的动机 过去的内心的活动 而产生出来的 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 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说你的视觉动作 它也是被旧的业力所制约 也被新的业力所制约 一方面 为什么你看到巧克力蛋糕的广告 你会瞳孔放大 你会情不自禁地用力 花更多的时间把注意力滞留在那上面 让你的注意力徘徊 在那上面徘徊 因为你过去啊 你有吃过巧克力蛋糕的经验 你过去你有跟巧克力蛋糕 发生过贪的关系 好棒啊 透过这样汲取 透过这样的活动 得到舒适的感觉 好吃啊 好吃啊 你有过了那样的那个经验 那个经验它到现在它会影响你 对于我的话 因为我小的时候有不一样的经验 我小的时候在幼稚园的时候 吃蛋糕的时候 食物中毒 很不幸的 其实也算是很幸运的 为什么 刚刚好就是这种 油腻的不健康的食物 让我发生食物中毒 所以让我一辈子看到蛋糕 看了就很厌恶 过去童年的那个制约的动作 它连结 有一个连结的效应 所以大家一直记得 我们现在我们的好物 我们喜欢吃什么 不喜欢吃什么 它很大程度是受到你过去的活动的方式 是不是 如果你过去你花很多的时间 在享受臭豆腐的滋味 允许你自己去跟臭豆腐发生某一种关系 内心跟它接触的方式 那么你现在你看到臭豆腐 你的反应 你的瞳孔会放大到多大的程度 是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这是受到过去的内心的活动 的制约 是不是 同样的呢 这个 当下 当下 不管你是身体的活动 言语的活动 或者心理的活动 你一定是产生出新的动机 比如说我现在守这个知识 它一定是要你的内心的某一种实力 某一种用力的方法 你才能够产生出这些 身体的活动的知识上面的改变 所以这个是new comma 然后呢 你们发现了很有意思 它这边四地里面苦即灭 到那个灭 灭就是自由的体会 灭谈的体会 痛苦的超越 它是等同于什么呢 whoever touches the release that comes from the cessation bodily comma verbal comma and mental comma release 这意思就是自由 就是自在 就是解脱 就是解腹 contrum的 cessation 身形 语形 口形 心形 的止息 它这个止息就是说 你的内心停止了它的那种参与 停止了对这些动作的依附 的状态 它这个就是等同于解脱 然后八正道 是道 苦即灭到道的部分 这样大家看这一段节目 看得清楚吗 了解它的意思吗 它这里很有意思 就是它把业等同于苦 它把业的止息 等同于灭 这一点很有意思 我们以后会再更深入的了解 然后最后今天用的最后的一个slot 我们刚刚讲到说轮回的状态 心束缚的那个状态 它是取决于心形 同样的解脱 涅槃 它也是取决于心形 怎么说呢 中部经有以下的这样的经文 他说 One does not form any specific fabrication or volitional intention towards either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 not forming any specific fabrication or volitional intention towards either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 he does not cling to anything in his world not clinging he is not excited onexcited he personally attains complete Ibana he discerns that birth is ended the holy life fulfilled done is what have to be done there is nothing further here 有没有人能够解释一下第一句话 One does not form any specific fabrication or volitional intention towards either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 这句话是一个 佛法初世间法的一个精华 你要怎么样的超越 束缚的状态 超越所谓的轮回的状态 要怎么做 什么是existence 什么是non-existence 生命 有可能是生命 一般那个佛经里面 它如果是生命的话 是用arising passing away 现象经验的生命 这一点的话 existence non-existence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意思 存在不存在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 does not form any intention towards存在不存在 这是什么意思 轮回的状态 一个解说的一个方式 就是内心 它一直盘续着 一个它架构的一个自我感 它一直盘续着一个架构的自我感 然后它盘续在这样的一个自我感上面 它说 我未来将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未来将要以某一种方式存在 我未来将要以某一种方式不存在 举一个例子来讲 举一个例子来讲 有人跟我讲说 你如果你能够减肥 再瘦个十磅的的话 你会变得更好看一点 你会变得更漂亮一点 变得更苗条一点 你的心就怎么样 倾注于那样的一个境界 向往的那样一个境界 更苗条的自我 你的心向往 它把那种力量倾向于 倾注于一个影像 一种状态 一种存在的状态 这个就是 你的动机 你的心 它的活动的方式 是贯注于 是倾向于 是要导向于 那样的一个模式 那样的一个状态 听得懂吗 这个不是只是在世间这个样子而已 就连个宗教的修行里面 很多的人也是 它是倾注于未来的状态 他说我死掉之后 因为我接受这个宗教 所以我将会跟上帝永生 我这个自我感 他能够得到永恒的延续 心倾注于 心倾注于 憧憬 幻想 期盼 扬紧 应盼 那样的一个状态 这是某一种轮回方式 所以这个是存在 某一种存在的模式 那什么叫做不存在的模式 心如何能够对不存在的模式执着 不要什么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不对 所以好比说 有的人他可能觉得 一切都好苦啊 一切都没意思啊 我真希望死掉就什么都没有 这是心倾注于死掉什么都没有 追求那种 自我消灭 可是这里面还是有用力 他这里面还是有贪爱 他这里面还是有对未来的一种渴求 他这还是依附在自我感上 或者你不一定就要等到死掉以后 你甚至眼前 有人讲你不好听的话 可能讲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用 你听得那个感觉很不舒服 不要这个感觉 我们 那个 俗话可能有的时候 你不舒服到怎么样 想找个地洞转下去 比如说你们可能 好比说 在公共场合出丑 觉得很难堪 找个地洞转下去 那就是一种 forming 我不要这个 我要把这一种模式推开来 它这是另外一种内心的实力的模式 所以什么是轮回呢 根据这个讲法 你的内心 它产生出活动来 产生出动机 产生出冲动来 然后这个活动 这个动机 这个冲动 它是导向于 导向于 你对于某一个状态 的样 或是某一个状态的不样 离不开那个内心 跟进阶的活动 拉扯 推 抓 离不开这个样子 任何透过这样拉扯 推 抓 的这个 产生出来的 经验的模式 不管是很有钱的状态 或者是 你守一个动作 转一个电视台 这台比较好看 真棒 接下来五分钟 你很忘我的 在享受着 那个连续绝对 不管那个动作是什么 不管它换来状态是什么 它的一个共通的特质 就是它是不稳定的 它那边都有苦破 它也不安稳 它这是一种有违法 有违的意思就是 它是需要你做什么事情 它需要你用力 如果一个禅修者 他透过 这个修行 他学会到 not forming any specific fabrication volitional intention towards either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 he does not cling to anything as well 如果你的心 不对于任何的状态 产生出那种 要推 或者要抓 的这样一个动机 这样的一种活动 形态的时候 它怎么样呢 它对于这个世间 所有的一些现象 它都不再抓取 不再直取了 clean就是直取的意思 如果这位禅修者呢 它对于经验不直取 那么它的心就不会躁动 因为它的心不躁动 所以它就能够体会到 灭谈 它就能够现证灭谈 也就是说那个不断地推逼自己的内心 去一直要再重复地去再形成某一个状态 再去陷困在某一个状态 去参与到某一种状态 那股冲动它已经消失掉了 所以这生意境 你不必要把它当作断裂 来解释它 你就是把它理解为那种 那种推逼着我们自我 推逼着我们的心 一直要去追求下一个境界 下一个状态 就是那种苦 那种永远得不到安眠的那种状态 它直实了 它清凉了 这个叫做birth is ended The holy life fulfilled 犯恨严厉 那一种符合解脱者的生活的模式 它已经建立起来 因为这样一个解脱者 它的生活的模式 都是符合佛法的 它的言语是不跟谈生词相应的 它的内心的动作 它是不是从谈生词流露出来 它不对内心产生出来的任何的动作 有依附感 有粘细感 不产生出慢 不产生出我 我是谁 这是我的 这些慢的观念 Done is what had to be done 所做你办 不所做你做 意思就是说 这世间最重要的功课已经完成了 这是最高的 最棒的功课 这个比起你去修博士 比起你去修 把英文练得很好 比起你去空手道 练道的七段 都还要更棒 为什么呢 因为世间的所有的功课 它都只会制造出新的功课 它没有办法使得你的心得到 这种完全没有动荡的 平安跟快乐 只有这一个 这一门功课你如果完成了 世间一切其他功课 都不再是问题 所以这个根据佛陀来讲 这是最重要的重担 这个解决了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问题 There is nothing further here 不受后有 你会发现到 所有你的心 所有让你的心 能够再沦陷到下一个境界 的那种冲动 完全消失 你可以感受得到 涅槃它的那种 不需要去到哪里 不需要来回到哪里 不需要卡在哪里 完全彻底 完全自由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些 我们接下来的 我们的那个课程就是 两星期以后 然后每个月 两星期的这个课程 就是用类似这样的进行 一部分的时间 我们是拿来做研讨 做演讲 然后一部分的时间 我们可以来实际上 做一点残修的练习 那对于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演讲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心得 如果说这个 液的话就是 颜耳鼻舌死生的 那这个液的话 我们死掉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 身体已经坏了 你看它很有意思 它是说 颜耳鼻舌生 是旧的液所产生的 对不对 心的液是什么 是心发生出来的动作 颜耳发生出来的动作 身体发生出来的动作 意思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过去 有对于境界 有攀附 有追求 因为我们的心 一直都是处在 它要依附在一个中心 依附在一个自我感上面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它会一直制造出 新的情境 还有新的情境 新的颜耳鼻舌生意的情境 它会情不自禁地 要参与其中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发现到 我们有这个 颜耳鼻舌生意的 这样的现象 它是因为 过去的趋势力所造成 它是因为 过去的趋势力所造成 所以就算是 好比说 这个肉体的死亡 我们这颜耳鼻舌生 物质上面的这颜耳鼻舌生 它好像是败坏 新的情不自禁地 再去参与 新的颜耳鼻舌生意的情境 这里的那个 眼耳鼻舌生意的情境 你不一定要把它理解为 是这个眼 这个耳 这个鼻 这个蛇 你如果这样的 去理解它的话 那就很容易忽略掉 说佛陀 他实际上讲 眼耳鼻舌生意是指 眼睛的经验 耳朵的经验 鼻子的经验 它不一定是要 跟感官是相关联的 所以这个感官 它可以败坏 而且实际上它的当下 你还没有败坏 这个感官还没有败坏之前 它已经在深深涅涅 你的心已经一直在重新 要去依附 要去追求新的 颜耳鼻舌生意的情境 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不必要把这个想成 只是肉体上面的 这个根本而已 因为如果是肉体上面的 这个根本的话 很容易就会产生出 像刚刚你所提的 那样的那个疑惑 实际上佛陀他讲 你耳鼻是深意 他讲纯粹是经验范畴上面的东西 视觉产生出来什么样的经验 听觉产生出来什么样的经验 嗅觉产生出来什么样的经验 不一定是要跟这个根本有关 你要说嗅觉是从这发生 你是多了一层诠释了 多了一层诠释了 实际上那经验发生的当下 就只有嗅觉 那是不需要再多余的诠释 不需要你再套一个模式 说我的鼻子长在这儿 因为空气跑进去 因为里面的分子 跟这个直接看到 当下嗅觉生命 当下视觉生命 当下心怎样去倾注到 心的 眼耳鼻子的生命 就进入 当下眼耳鼻子的生命 就进入它这种消火 它这种磨灭 马上它就改变 马上它就变质 又是一个新的状态 我们心又在对这新的状态 又在产生出反应来 还有其他的问题或心得吗 我们是可以尽量配合大家时间 但我想说 如果说一个比较 可以离开 混淆的方式 就是说第一 第三个礼拜 这样似乎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就是固定说 以后就是每个月的第一 第三个星期 那只要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很全盘的 然后把这个原始佛 把它从启头到很多 这修行的这个细节 做一个交代 做也很好 好 老师 五月十九号是异火节 哦 能不能改 改 礼拜六或者是 是是是 而且六月 大家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人觉得说 您说五月十六号 五月十九 五月十九号 五月十九号 刚好是礼拜天的话 大家有没有觉得说 要改时间还是不改时间 我们可以尽量配合 大部分的人的意见 想要改时间是不是 这样的话 有没有人觉得改的时间 会很不方便 如果是觉得不要改 不要改 因为有人他今天回来 他可能要做一个 他可能会找不到 有没有人 要不然我们这样做一个投票决定 好不好 想要改时间的 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想要改时间的 有好几位都想要改时间 好 谢谢您 所以我觉得不要改时间的 一样的票数 一样的票数 因为不要改时间的人 我今天没来 因为他们不知道 那反正如果说真的是不能来的话 我想那个 因为那个 感谢那个Sean 他有帮我们录音 有帮我们录音 有帮我们录音 所以 可以有其他方式补课 那所以我们就是 以后就是 每个月的第一 第三个星期 从十点开始 从十点开始 然后一直到差不多中午 但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到后面做一点点才 或者是 因为后面我们今天也没有准备破产 还是大家 我们就坐在椅子上面也可以 好不好 因为我们那个Sean 我们的那个录音 就可以录到这里就好 那其他的 就是以后我们那个录音 就是录那个演讲的 就可以了